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然也会讲到他艺术上的德和识 既然讲了一个德 识 我们对老舍的思想艺术会做出一些剖析 包括它的一些不足之处 但是这不会妨碍我们对老舍一个很高的评价 我希望通过这一章的讨论 大家来学习怎么前面的考察一个作家 同时对老舍那独特的崇高的学术地位 有更多的了解 更多的认识 所以下面我们来讨论主要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的 先来概括的了解一下老舍创作的特色和贡献 从面上来了解 首先一个老舍他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前景式的风俗描写 这是他的一个很特殊的贡献 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前景式 就是非常前面的或是过别的那种风俗的描写 所以老舍他是文化批判和民族性的问题 他是有深切的关注 他对这两个问题他是特别关心的 文化批判还是民族性的问题 所以他的作品可以说是陈述着转型起中国那种文化 就是中国的转型过程中近代以来 尤其是苏文化的冷静的省视 他对苏文化 民间的文化特别的关注 那么这种关注里边他既有批判也有眷恋 就是说他批判有些不好的东西 同时也有一定的眷恋流量 这一切他都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前景式的风俗描写 来达到的 就刚才说的这些他批判的好 眷恋也好 可以说老省是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革 这个过程中小市民的命运思想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 并且获得极大成功的作家 近百年来中国本来是个农业社会乡土中国 他经过这个现代化的变革 逐步的走向现代社会 那么这过程中小市民他的思想心理命运通过文学的表现 这是第一个 就北京市市民日常生活的前景式的风俗描写 这是老省的一个贡献 第二个贡献呢 我想是他对北京文化和人文景观的一个出色的描写 对北京文化和北京特别人文景观 不光是北京的一些自然的景观 他主要是人文景观 那么老省他的创作非常注重文化 他是铺写事态 就是对事态的描写 他是整个展开的 他就是真实 而是又有世俗的品位 加上他表现的形式呢 又适合并且能够提高市民阶层的欣赏气味 所以他能够成为现代文学里面 能够赢得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的读者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的描写的作品 他在知识分子读者之外 他也有很多的读者 新文学一般是知识分子读者 像学生这些为主的 但是老舍他是读者面更宽一些 是北京文化应育了老舍的创作 但老舍笔下的那个市民世界呢 又非常能够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 所以老舍呢几乎成为这个文化史的一个象征 一说到北京文化 你就会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所以老舍现在已经成为北京文化的一个象征 经常我们的理由的时候 外地人来到北京 要了解老北京的情况 那就看老舍的描写 老舍呢第三个贡献是金卫小说 他创建了金卫小说 也可以说它是金卫小说的源头 就北金卫啊 那么老舍的作品呢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艺术发展中呢 它是有非常突出的地位的 它跟《矛盾》《巴金》等一起 是吧 都是以长篇为主 构成了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 三十年代出现 我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三大艺术高峰 一个呢就是矛盾 一个巴金 一个就是老舍 这个老舍的贡献 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 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于它独特的文体风格 这个老舍这个作家 他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啊 就是说他远离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腔 我们知道五四呢 推倒了这个旧的文学 创建新文学 当时用白话文写作 但初期的作品里面 确实带有一种新文艺腔 学生腔似的啊 所以老舍的作品呢 它是充满北京味 幽默 另外呢 它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 熟白凝练 纯净的语言 所以这些呢 都构成了它的精卫 所以在现代作家里面 老舍呢 是独际一额的 所以一般现在认为 老舍呢 就是精卫小说的一个源头 老舍创作的成功 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 主要是长篇小说呢 在民族化 也过性化的追求中 所启得的 巨大的一个突破 前面呢 我是概括地讲了一下 老舍的贡献啊 包括呢 它对北京市民 日常生活那种 前景式的描写 是吧 一个呢 就是对北京 这个人文景观的表现 还有它就是精卫 精卫小说的源头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呢 来比较具体的 来讨论 老舍的小说 它的这个一些特色 这样第一个问题呢 是市民世界中的成与人 市民世界中的成与人 这个市民世界啊 这是老舍 这个小说里面的一个特色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 他跟其他作家 相比较 有什么不同 就是在写这个市民 这个生活的时候 是吧 有什么不一样 别的作家也有写到市民的 像上次我们讲到 这个矛盾 是吧 也讲 也写到了市民 那么老舍呢 用他大部分的小说呢 是写一个广大的 一个市民世界 所以这个 几乎包括了 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 所有的方面 现代市民生活啊 方方面面的老舍都写到了 所以我们读老舍的小说 就可以获得 对这个阶层 现代市民 这个阶层 百科前书式的知识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 这个以前 旧中国市民的生活 特别是北京市民的生活 那么老舍提供了这个 很广阔的 是吧 前面的一个知识 类似于百科前书式的 重要的呢 是我们要知道啊 要了解 老舍是用什么样的角度 去观察和表现市民社会的 老舍始终关注文化的问题 这是这个作家的一个特点 关注文化问题 他关注文化问题 在其中呢 特别是对 作为城 就是城市 生活方式 以及他的精神因素的蜕变 就是这个 作为城市的人 他的精神生活的变化 所以他习惯了用文化 这个概念啊 用文化这个角度 来分隔 不同阶层的人 的世界 是吧 他不是用经济 说有钱人 没钱人 是吧 他是用文化 不同的文化形态 来一分 成立人 他的 方方面面 老舍描写的中心是什么呢 就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那种人的命运 就不同的文化 是吧 以及在文化的制约中的事态人情 他写事态人情 他着眼点是文化 这个文化怎么影响 怎么制约了不同的事态人情 所以他是就这样来表现市民世界的 是吧 所以他的特点呢 就是探讨城市和人的关系 看一下 我们比较跳出来看的时候 就老舍描的作家 特别关注一个城市 跟他的那个居民的关系 在现代文学史上呢 很少有作家像老舍描着的描写 城和人的关系 这一点呢 在二三四年代 主流文学 通常呢 都通过对现实社会 做阶级分析 这种方法是不同的 当时占主流的 包括左翼文学 像上次我们讲到的矛盾 主要通过阶级分析 看经济关系 是吧 但矛盾这里呢 主要看文化 对老舍来说呢 市民阶级中的阶级的划分 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 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什么 是文化对人性 以及人人关系的影响 是吧 他关心的是讲文化 对人性 以及人人关系的影响 这就是老舍的创作试点 是他基本的创作的试点 试点就是他角度 他看问题的出发点 那么这个试点呢 决定了老舍的作品 在二三十年代啊 不能够得到主流文学阅读 时尚的欢迎 当时主流的文学阅读 是左翼文学 是吧 还有呢 其他的这个同数文学 但在老舍 像老舍这样是比较特殊的 他这个党舍的阅读啊 并没有得到主流文学阅读的 那个时尚的欢迎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虽然老舍呢 他的创作 拥有大量的读者 是吧 他读者是不少 但评论界呢 并没有给这个 有影响的作家 也应有的评价 就是以前对他的评价 是不够的 当历史拉开距离以后 过了几十年呢 我们才越来越发现 老舍他创作的艺术试点 是非常独特的 也才越来越珍视 老舍提供了这份文学遗产 所以这里呢 我们要来重点思考 这样一些问题 一个呢就是 老舍在文化批判的视野中 就是说他从文化的角度 带有批判的眼光 所展开的市民生活的图卷 到底有什么独特性 是吧 他是怎么进行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 是吧 包括对北京文化的反思 又怎么对国民性 做批判式的探讨的 国民性的问题 特别的关注 是吧 还有呢 在他那些最优秀的作品里面 老舍是如何为现代文明 探索并言的 就在最优秀的作品里面 老舍是怎么给现代社会 现代文明看病呢 所以我们呢先对老舍的作品 做一些形象类型的分析 然后再来看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 前面说了老舍是用文化 作为分隔他的市民世界 是吧 用文化来分隔 不是按照经济关系 阶级关系来分隔 他的市民世界 那么其中的不同的类型的市民呢 形象 他的一个分隔啊 体现着老舍 对传统文化 不同层面的分析与批判 他写的是市民 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反思 他的市民世界里面呢 活跃着三种类型的市民 就是说他的文学世界 主要写了三种类型的市民 一个是老派市民 一个是新派市民 以及正派市民 老派 新派 正派 前面我们说到了 由于老舍呢 他写人呢 他的关节点 他的重心是写文化 所以我们在分析 国内人物的性格构成的时候呢 也应该着重来关注 其中所表现所参释的文化的内涵 下面我们就开始来分析 老舍笔下三种类型的市民 他里边的文化的含义啊 这个三类市民里面 就刚才说的啊 老派 新派 正派 给人印象最深的 我认为写的最成功呢 是老派市民 老派市民 那这类人物啊有个特点 就这些人 虽然都住在城里 是城里人 但他骨子里面还是农民 是乡土中国的子民 特别在那个时代啊 在城里的那些市民 老派市民 他带有这个农民的特点 这些人的身上啊 负载着沉重的 封建中华思想的包袱 那个传统的中国 那个思想那套呢 他们这个这个是负载的 这个比较沉重啊 他们的人生态度 以生活方式 都是很旧派的 很保守 必赛的 这些老派市民的特点 老舍呢 常常通过 有些戏剧性的夸张 来揭示这些人物的 精神 惰性 他主要是 这些老派市民的 那种惰性 以病态 一个惰性 一个病态 从而实现 他对北京文化 乃至中国传统文化 里边那种 消极成分的批判 他写这个老派市民呢 相当程度上呢 是想分析 想去剖析 这个传统文化的 有些消极的 一些成分 是吧 那么这种批判意识 是贯穿在 老舍的大部分小说里边 写老派市民的时候 特别关注啊 所以建议大家呢 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读一下 有篇小说 有个中篇小说 叫二马 篇幅不是很长 二马 这是老舍 1929年呢 在英国 教汉语的时候 由异国他乡 寂寞的生活 体验 所出发的一部 这个作品 所以他当时 在英国教书 很寂寞 就写了这个二马 那么在当时 特定的生活环境里边呢 这个使到作者 可以更超然的 观察和思考 中西文化的差异 以及中国人的 民族性格的问题 他在英国 很孤独 很寂寞 但是他可以比较超越 来反思 咱们这个中西文化的 差异的问题 这个小说 他写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说 有一个北京人 叫老马 他的儿子小马 这个两个人呢 到伦敦去继承一笔 这个产业 结果呢 就老马和小马呢 在伦敦呢 都陷入了情感 家庭 伦理的危机之中 这个老马呢 爱上了一个 他的房东太太 叫温多太太 爱上了那个房东老太太 但是种族的歧视 他们还有种族的差 文化的差异 他们不能够结合 小马呢 就爱上了房东的女儿 叫玛丽 但玛丽呢 是瞧不起小马 还有呢 这个老马 和诸位 各种人的复杂关系 诸位的华人 还有英国人 他们各种的复杂关系 总之呢 一切都是不如意 但一切都在进行 所以这个小说写的 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 差异和冲突 所以二三四年代的时候 中西文化论战 正在论战 老舍呢 是他的观点呢 是不符合主流的 是吧 这个 所以他对西方文化 对这个 传统文化 他都是比较准舍 他反对激进主义 同时他对传统呢 是爱恨交织 有时候理不清楚 所以小说里面写到了 有一个人物啊 真的注意 叫凯撒林姑娘 这个人呢 热情 大方善良 是一个理想人格 他跟那些傲慢的 西方人不一样 他是一个比较善良 但是他对中国 也是隔磨的 所以这个小说 实际上啊 是这个 写了那么几个人物啊 一个呢是老马 是一个这个迷信的 中庸的 马夫的 特别是懒惰的 马夫 懒惰 中庸 有点带于奴性的 这样一个旧派人物 是吧 他信奉的呢 是得过且过的 生活的信条 就是过日子 这样一个角色 很容易使人联想到 鲁姓笔下的阿Q 他们呢都是 可以说 这点上呢 老舍和鲁姓都是一样 他是在对国民 那种精神 国民的灵魂 进行发酵 两者呢 是有颇有相似之处的 但是不同的地方 在哪里呢 在阿Q啊 是生活在老中国的农村 老马呢 这是华侨 里基国外 这点是不同的 这个老马 这个老舍呢 有意把老马 放在这个异国的情境中 去推现 他的所谓这个 那种传统的 国民性的性格 就试图呢 从中西文化 比较的背景中 来推显 国民性的那种 卑谬之处 这个国民性弱点 在这个英国这个背景中 在中西文化 这个交融的背景中 特选出来了 这个小说 这个有点 带有点比较文化 这个研究的意思 值得一看 另外大家还可以看 另外一部 协议1939年的 长篇小说 叫《猫成绩》 那么这部书啊 在文化大革命中 受到非常严厉的批判 当时那个苏联呢 我们当时文化大革命 叫苏联叫苏修 在苏联的真理报呢 把老舍的这个猫成绩 就发表了 那么传到中国以后呢 就更是导致了 对老舍的批判 老舍最后呢 这个自杀 可能跟这个 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那这部作品呢 其实是反映了 作者老舍呢 对当时 对这个 主流的一个反思 对主流思想 包括对左翼思想 激进的思想 的一个反思 所以他的政治观点呢 是不符合 当时历史主流的 他并不是站在历史主流的 他不是站在 左翼这个角度 但是作为这个小说啊 它是一个 一言体的小说 他写的小说 带有很 它的意义啊 他所构设的世界 是一个荒诞的世界 这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是一个 另外一个星球里面 一个国度 国度里面的居民 都是长得像猫一样的 猫人 这些猫民呢 猫人呢 它也具有那种 那种保守的 一味的 非人性的性格 里边呢 影射的 就老中国而你 那种落后的国民性 里面写那个老中国而你 这个落后的国民性 所以这猫城界 它是暗示的 这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也包括又对当时 主流文化的反思 这个猫城记也好 还有二马也好 这两部小说呢 艺术上都比较粗糙 而且呢 它不是直接写北京市民 但它的创作的意图 意志 非常能够代表 老舍的一个 基本点 那就是文化批判 文化反思 所以我们可以说 老舍的小说 它有个功能 就是挖根 挖根 挖老根 当它描写那个老派市民 生活方式的时候 特别写到老派市民的 种种弊病的时候 它的重点 就是挖根 对传统文化的根地 进行挖掘 剖析 展示 是吧 在它塑造的老派市民 形象系列里面 它有一个形象系列 一系列的老派市民 除了二马里面的一个老马 还有呢 牛天赤传里面的 这个牛老四 还有四四同堂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四四同堂里面 那个齐老太爷 还有齐天佑 是吧 还有李芬里面张大哥 等等 这些都是老派市民 老派的北京市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